而看完了台北的跨年晚会之后 散场时还可以看这个 这个是台北捷运工作人员组成的超天团开车 这个捷运市府站出口挤满人 几乎不用自己走动就会被推着前进 迎接2024年民众倒数官立刻狂奔 抢着搭车回家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市府捷运站周边的人潮 是强大的多 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截至元旦凌晨零点为止 台北捷运全线总运量冲破两百罐 达到两百零三万五千人次 相照于去年同期增加约十六万三千人 晚会周遭四个站点 包括市府站 国府纪念馆 101世茂以及象山站 尖峰八小时运量就高达二十五万九千人次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五万两千人 不要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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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走 小心 为了快速疏散人流 北捷出动朝天团 派驻于周遭四站 共计七个重要出口制高点 以一首首景点歌曲引导旅客 有秩序的进出车站 北捷一群惯例 跨年元旦期间连续四十二小时 营运不收班 尖峰十段板南线文湖线最快两分钟就有一班车 但水性一线也收短至三分钟一班 希望透过最密班具行驶 提供载客服务加强输运冷潮 我记得综合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